本节目由酷尔音乐独家播出 成长的某一阶段都遇到过 或者你是否正在经历着呢 第一个问题来自听众淘淘的留言 他说陈寅老师不瞒您说 我很讨厌自己 讨厌自己的性格 讨厌自己的懦弱 我从小就内向敏感 害怕与人交流 上学时一直都是班里的透明人 跟同学走在一起 也总是不知所措 不知道要说什么 总之跟人相处起来就是尴尬 真的超级羡慕那种热情 性格开朗又外向的人 感觉跟谁都能打成一片 我也曾为此努力过 尝试过想去突破 改变自己的性格 但是都以失败告终 身边各式各样圈子 的确也不少 但我就是融不进去 主动跟人说话经常冷场 导致别人不搭理我 或者直接聊不下去很尴尬 我总是会怀疑自己 是不是因为脑子笨 不会说话 让人觉得无趣 所以对自己爱搭不理 我知道这样不好 我应该怎样去改变自己呢 你别急 感觉是有些焦虑了 首先我想告诉你的是 性格内向外向并没有绝对的好坏 不要否定自己 不同性格的人 其实有自己各自擅长的领域 不过如果单从你主要提到的内容 主要是人家交往方面的问题 从这一点来看 确实大多数情况下 是外向的人表现得会更自在 记得以前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外向者是通过与人交往去获取能量 内向者则认为社交是在损耗能量 大概就是说外向的人会在社交中如鱼得水 而内向的人只会越来越抗拒社交 觉得累浪费时间 不过你还是要记得 圈子不同 不必强容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如果你在多数和别人聊天的时候 是找不到主动聊天的话题 感觉自己插不张话 建议你不要太在意外界的看法 不要老觉得别人不搭理你 先别去在意这些 把重心挪回到自己身上 不妨先从自身开始 提升自己 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吧 首先 在你专注于培养自己爱好的时候 你会将更多的精力 以及注意力转移到爱好上 可能就不会去想有的没的 觉得自己社交能力不足之类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 培养兴趣爱好的同时 其实也在为你自己增加谈资 和别人聊天的时候 你可以先从自己感兴趣或者了解的事情谈起 至少不会让人觉得无聊 更不至于无话可说 大家是因为相同的爱好聚在一起 会有聊不完的话题 聊起来也不会费劲 圈子小而专注 维系起来更容易 所以我的建议是 当下你可以去发掘 培养你的兴趣爱好 找到适合自己的圈子 希望你最后的状态是 自然而然的就能融进去 这个所谓的圈子 今天和大家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来自听众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留言 他说我最近感到很焦虑 焦虑到失眠睡不着 严重影响到自己的日常工作与生活 从前的我过得昏昏噩噩 没有啥上进心 才21岁就感觉失去了生活的动力 每天混日子得过且过 后来发生了一些事 工作上也受到了打击 我意识到自己不应该这样继续下去 所以决定好好努力 过好自己的生活 都说越努力 生活就会越充实 一切都会慢慢变好 我也明白 努力不一定有回报 但是不努力 是绝对不会有回报的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制定好的生活计划 朝着目标 一步步努力去实践时 反而越过越不如从前 现在的我焦虑 压抑 感觉生活更糟糕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的努力 反而成了我生活的负担 感觉越活越累 为什么会这样 是我哪里 出了错吗 还是说努力这东西 压根就不适合我 感觉是一种奇怪的状态 越努力越焦虑 当然努力肯定是没有错的 努力生活 努力工作 所以你可能 应该思考 是不是努力的方式 出了问题 我们不得不承认 有的人稍微努力一下 就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而有的人拼死拼火 反而让自己越过越累 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 你有没有考虑过 是不是因为自己的目标不合理 给自己的期望值过高 这可能就会造成 自己明明很努力了 但是却一直没有得到 想要的结果 甚至离目标 还有一大段距离 因为这一段迟迟 没有缩小的距离 就越紧张 着急 越焦虑 如果是这样 不妨针对自身实际情况 降低一下期望值 或者将努力的目标 划分为一个个小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 也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 越着急 就越容易焦虑 有计划 有目标的 一步一步来 不断实现一个个小目标 会越来越有成就感 应该也就 不会焦虑了 最后还有一点 我们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 如果总是活在别人的期待里 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无形中会让自己越来越累 也会焦虑的 我们要努力为自己而活 希望大家都能活出自己理想的样子 这也是我做这档节目 希望传递给大家的能量 这里是成医的职场诊疗室 愿你的成长不慌张 我们下周见 我说别再孤单 你是九月的梦中懵懂 而我躲在梦里边 你说别再孤单 梦里我站在夕阳正埃 而你背对着远方 我说别再孤单 凌晨四点钟 大街道终于安静 而你站在昨天 不愿走远 你说明天的我 会往哪里 我说晚安 你是九月的梦中懵懂 而我躲在梦里边 你说别再孤单 梦里我站在西岸城外 而你背对着远方 我说别再孤单 我说别再孤单 明晨四点钟 那街道终于安静 而你站在明天 不愿回头 我说昨天的你 遗忘了我 你说你说晚安 你是九月的梦中 懵懂爱我躲在梦里边 你说明天太远 梦里我站在夕阳城外 爱你背对着远方 我就说别再晚安 梦里梦见的都是生活 生活不及一半 凌晨四点钟的街灯 我想着你 成语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